從我步入媒體 我一開始根本不知道媒體是政治 所以呢 在中國時報60週年的時候 我在台上有講過 我是一個步入叢林的小鬥犬 進入媒體到現在已經16個年頭了 路遙之馬力 而且我們在做什麼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各位 望望忠實媒體集團的每一位成員 你們絕對可以抬頭挺胸走出去了 我們望望忠實媒體集團的每一個人 絕對沒有對不起台灣 絕對沒有對不起兩岸 絕對沒有對不起身為自己是中國人的王 我只是認為我是中國的哪裡錯 我從小接受的教育 我就是中國人 我也不知道 像 蔡總統啦 蘇貞昌啦 你們小時候接受的教育 跟我不一樣嗎 我們望望忠實媒集團 每虧的一塊錢 都是我在食品業上 一塊十塊錢 我不懂得炒股票 我也不懂得炒地鐵 所以呢 我們絕對可以抬頭挺胸 今天的選舉結果 是我們台本金馬 我們大家的共同的選擇 既然民進黨賴清德已經當選總統啦 也呼籲 蔡總統 他是一個 要堅持廢食 廢食行的人 代表什麼 代表他有 觀音菩薩 馬祖的心靈 兩岸的政策上 我想歷史上 發生的戰爭 都是不小心不得已 我記得他講過 他認為 他的使命就是 讓民進黨能承接承續下去 還有呢 就是要讓大陸認同 兩岸要對談 一定要跟民進黨談 因為台灣人可能會比較相信 信任民進黨 那我想這個機會 應該是已經到了吧 民進黨的這些官啊 我想應該也是 也要開始為台灣人民的未來 好好著想的 你沒有必要 讓這麼多人支持你 讓這些人生活在恐懼中吧 美國一些重要人物來了 都勸你 看你凍結財務長 剛才是怎麼樣 兩岸來開始有交流 兩岸開始大交流 這樣我想對兩岸呢 才是會最好的 我在這裡要求我們 往往忠實媒體集團的每一位成員 本著真道理性 真愛台灣的心境 來繼續我們的媒體業 我是出生在台灣 我第一桶金也在台灣賺了 台灣的所有的人民 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相對的沒有大陸這個偉大的市場 我們萬萬也沒有今天 也都是我的衣食父母 也是我們萬萬人在座的 每個人的衣食父母 我想我們有這個責任 來促成 來盡量來協助這方面的 未來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的信念跟使命 羽毛 幫助感應 我們憑 我們幾óg 是 wont用來在那塊 行路 我是不是